Versus Bunny, and that was the game that he won, but I was like... 昨天, it kind of felt like one of the... 马路对Kewer上来也两兵赢 马路这狗...这是败者组的比赛啊今天 今天是败者组的比赛 然后,哦,输了的人就被淘汰了 李培南的比赛在倒数第二场 倒数第二场,李培南估计要到晚上1点钟左右吧 12点多,应该12点多会到 李培南是倒数第二场 看李培南12点钟左右了啊 马路昨天是输给了那个绑你啊 就是被打到败者组 那今天他就要跟柯尔决战呢 哎,李培南要接近1点钟嘛 你们这个... 再怎么着也要等一等的 QR第一时间发现了野兵营的... 发现了之后他就不需要开矿啊 是单兵营开 在外面找单兵营VF 马路还在等 马路还在等 感觉没用啊,马路这个 从这边跳 这守住了 守住了这个 马路三个死神的时候 会往上跳一下,试一下 好,甩 继续甩 继续甩 先打一个火车 再打个农民 哎哟 这个雪空的 我靠 这个雪空的真的牛逼啊 再跳 哎,不会这都打穿了吧 又打伤了一点点 嗯 嗯 嗯 QR这盘直接 哦 是马路直接选择了接话 飙车了啊 飙车了 直接飙车 直接飙车啊 直接飙车啊 这个 看这接话怎么打吧 直接标车看能不能够 看能不能够这个一波运营 看Kill能不能运营回来吧 马如的接话其实还挺厉害的 好了这边度压也出来了 接话度压不停 这个倒是有点奇妙 没怎么见过这种 就是度压不停的接话 哎呦Q26被阴了 哇靠马如这个标车操作 Q26吃了大亏 一个死神换了两个导弹车 现在带一个度压过来 直接锁坦克 锁完还可以操作你 锁完可以直接操作的 直接小操作完爆了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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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操作太好了 全部是占小便宜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客人来说 要想搬这个比赛就非常难搬了 马如是占了便宜之后又转回了生化部队 他是一个标车占便宜 就强行拼操作 用度压来拼操作占便宜 占完便宜之后再然后再转这个 再转进生化部队 然后重新来 我还以为他要接化 结果只是用一个标车转生化 很少见这个开局 但是马如就是打得这么出生入化 什么战术都会 而且是根据形势来的 他刚才应该是跳到 跳到一些便宜之后 他就觉得标车能占便宜 所以就选择这样的一个打法 这样的话对QR来说非常的不利 他没有镀压 兴奋机也慢很多 所有东西都慢很多 好了再压 在所又是占巨大便宜 这全是科技占出来的便宜 QR很辛苦啊当的 长得非常辛苦 好了再来搞一下 现在他就找了一个椰子 上他就真好 这种超脸 他就能有1个1 要在这里 但是现在的 使用了一个兵器 会帮助手 帮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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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便宜站完之后的话 马如还是占据整个场上的主动 因为毕竟制空还在 他度压也还在 回来修一下 就全部围巾修起来 又是一条好汉 稍微等一下我 我处理点时间 好了 左边继续地绕 Kill其实挺能扛的 但是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没有制空 没有制空就被马如一直占便宜 马如还是他压着自己的私矿 永远都有一个先手 好了 继续压 这波打出来 但是天空还是没有站住 看比赛了吧 大家大家看比赛啊 大家看比赛 我一会儿把弹幕关了 关弹幕轮 关十分钟 好了 继续地扛 马如走 反应很快 如果这里不走的话 可能要被强吃 但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制空的一个优势 有制空 他就有这个解放者 可以继续往前推 解放者架住 有坦克 你也不是很好冲啊 不过Q2看了一眼 马如看了一眼 他兵还是很多 所以有点虚 要回去等多量 多几辆坦克 要到三到四辆坦克 才能够护住自己的解放者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打了 好 但这个地方没有站好 Q2的开战开得还不错 但是 马如还是顶住了 制空还是有 马如还是绝对优势 因为Q2现在就有三边框 马如已经有四框了 整个采集 五框都在开了 Q2现在是强行用三框 爆出来的兵 再跟马如打 好了 马如直接顶上去 把Q2正面一吃 那这个地方吃完 就没有机会了 Q2用三框 强行爆出来的兵 看起来还了一下手 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 主要还是制空站不住 他只能强行顶 但马如打的实在是太稳了 打得太稳了 非常轻松的 拿下了第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 这就是马如的TVT厉害的地方 他并不是说我上来设计好了这样一个标车的战术 而是他通过一个跳 跳这个死神跳出了一个优势 他突然觉得可以 对吧标一个导弹车 然后占便宜 那马上占到便宜 占到便宜之后开始滚雪球 真的很厉害 那我们要等第二场了 这场打得相当漂亮 麻将我要明天才打 明天我才打 明天才打麻将 明天打麻将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厉害的一个这种应变 马如有时候 他这种操作 你学不来的 这玩意就是死神 你看 占到一点便宜 他飙车又占便宜 然后最后天空就 天空占到便宜 直接一波就 直接一波就搞死了 我们等一会儿 等孙哥回来 孙哥还在打比赛 他回来了 就可以拨这个拨这个了 回来了就可以 就可以让听听他吹一下 听听他吹一吹 他的这个麻将经历是什么 好了我们来看第二场比赛啊 第二场 又是野兵啊 你妈的马住就不给活路了 感谢小卡的飞机 感谢兄弟 又是一个野兵 他感觉自己操作 可以绝对占到优势 但QR其实打得比较稳的 他马上就要去探路了 他只要探路 他就不会单兵开矿 因为他第一时间确认 你是一个野兵营 你看吧 QR探路了 这是个现在人组标准的 一个探路时间 到你门口 然后发现你没有兵营 那马上就 马上自己家里面就放VF 这是个标准探路时间 看孙哥的 你们可以直接搜欢道麻将 欢道麻将就看得到了 孙哥256倍翻盘了 这你妈 哈哈哈哈 怎么真的假的 他翻盘了 他刚不是输踩的吗 这不是杀疯了 512倍翻盘了 这你妈 靠这个你妈的 慌得要 到处找一圈 今天他们这个帧数 就调对了 昨天应该是 他们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但是解决不了 今天就把帧数 全部调回来了 舒服多了 昨天的确 的确是他们的线出了问题 轻易色 四暗克三连克 那么夸张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孙哥一会儿回来 要吹 吹到底 又开始来 四个死神 占便宜 炸一下 继续甩 但马瑞也有个失误啊 死了一个死神 有点小失误 但他还要占便宜 你打我兵赢是吧 但这个地方 又失误了 这个地方 马路的右键啊 点错了 应该是 他没有卡好位置 他本来是想在下面骑射的 结果 结果跳了两个死神 死了两个死神 就他本来就想在这个位置骑射 然后吃一个房子 失误了 失误了 我跟你们说 这个 孙哥回来 孙哥回来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孙哥回来会说 哎呀 今天发挥一般 一般 一般 别吹啊 别吹 这种就装逼 你知道吗 他必须要反尔赛 他赢的 他绝必会反尔赛 你们看着 他回来 绝必要反尔赛 发挥的一般 运气好 运气好 然后他 你们时不时的 要提一下这件事情 回来我们集体不理他 我们集体不理他 问都不要问他 看他会不会提麻将 这件事情 我们集体不理他 哪都问都不会问他 我看他自己怎么提 看他怎么用 用什么方式 把这件事情提出来 好了 这边 这盘的话 其实Q2就 优势就比较明显的 因为 没有吃亏啊 看马路怎么通过防守来打吧 看他通过什么防守来打 哇 现在他继续 上这一套 然后Q4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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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马瑞尔通过防守来打了 特尔这第一波进攻两个杜压 三个杜压优势非常非常明显 马瑞我就看他怎么守 我觉得他守不住这个地方 真的守不住 如果这个都守住的话 他就他TVT明显比克里有点强一个档次了 战斗人口落后20 孙哥又杀疯了 哎 你妈拉个鸡 两把赢了一个亿 哎,没有我的决赛 没有人制裁他呀 好了,直接一锁 坦克一架 结束 say goodbye,马瑞 结束 一比 继续压 三个炮台扔下来 真的守不住了 这个太难打了 马瑞就最后一个坦克了 别人四个坦克平推过去 对吧 而且我架到你的矿了 最后件事 还有三个杜压等一波能量 扔一个炮台就完事了 其实直接可以往上架了 坦克就往前架 机枪往前一顶 炮台一扔 结束 这不可能守得住掉 这个 好了呀 这妈的坦克可以再往前架一步了 马瑞是不是输给Rogue之后 直接 直接导致自己这个 直接强点 漂亮 继续压着 但是现在只能费点钱啊 他其实这个坦克往左边再加一点 对吧 能够加到 能够加到农民就好多了 现在只能费这个修理的钱 真的 只能费修理的钱 其实意义不是那么大 不过Q26还是巨大 因为他三框都开起来了 马如现在 不停地在修自己的基地 修基地也很贵的 马如反扑了 马如打出来之后最后一波反扑 这波必须一鼓作气 战斗人口稍微高一些啊 现在Q26也知道马如要反扑了 这是马如最后的机会 但是Q26盾牌已经好了 马如盾牌也好了 我就看马如能不能扑下来 妈的这个局面他都没打 被没打死 我妈也真是服了 再加一个解放者 给点压力 一 二 三 四 农民还是少十几个 六个农民 这边打了 直接一个炸 追着打 追着打 这个没办法路口都不敢守 守路口就没了 守路口就没了 我靠 这什么情况 怎么秒的 这个波 他怎么秒的 他是炸了一下吗 他炸了一下吗 这怎么秒的 刚刚那么多机枪 这波怎么秒的 没看懂啊 一下全部秒了机枪 他控了 他控了这个坦克吗 还是怎么样啊 没看懂啊 刚才的一下 不过QR还是优势啊 还是优势 因为他经济 经济还是领先很多 而且有制空了 已经 他度压炸了一下 然后坦克秒了一下 是吧 马如人口已经追回来了 我天哪 农民也差不多 这什么东西啊 他们那么烈 他都打得回来吗 现在QR的优势已经不明显了 不过马上QR的那个两攻两防马上好了 两攻两防好了 之后还是一个优势 主要还攻防啊 你看马如现在的两攻还刚刚才升 QR的两攻两防已经好了 好打一下 炸一下 这个打不赢的 马如瞬间 哇靠这个机枪瞬间倒地 而且QR两攻好了 天空全部吃光 这一波是打了个大胜 对吧 QR还是优势 马如最后冲的这波 其实他可以再稍微等等 冲击了有点 有点冲击了 是经济刚刚追回来 他有点急了 就冲上去了 刚好是QR的两攻好了 然后又被炸了一下 QR有毒牙 有点急了 他马如可能错误地估计了一些形势 他可能觉得QR的优势 比想的要大 但其实我们从这个中类面板来看的话 其实QR唯一的优势就是攻防了 就两攻两防这个优势了 然后有一点支空 有一点度压 优势其实有 但是已经比刚开始的时候 已经搬回来了很多 结果他急了 他非常急地去冲了一波 然后就把自己冲死了 还要把这部门打完 然后一边的 就在这部门下 三个游戏 我不能信心 对不起 如果要不说再见 但是Pure or Maru 你懂吗 你明白 你觉得 好像可以 当QR win那组游戏 然后他说 OK 我们还不说再见 1比1了 好,第三盤 马路会野兵赢吗好像没有了第二把野兵赢之后他发现Q2防守还是能够防住的现在他也不野兵赢那就正常打了啊 啊继续 马路上头啦 哦,单也一个,也一个,也一个啊,也一个 也一个,也一个 因为刚才他这个时间点不对 对,野兵赢的话是第一时间就要拉这个农民出去 所以我觉得时间点不对,结果他是野一个 也一个兵赢,这样的话Q2是感觉不出来的 Q2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感觉是单兵赢 不过Q2还是双气,双气的话他还是会下VF 下VF之后可能会是一个两死神开矿 然后接VF的那个打法 堵住我刚刚好 好了,现在对Q2来说看到的全是正常开局 全是正常开局啊,现在看起来 不过这地方做了个建筑学堵了一个口 这个堵是有两个地方可以跳的 有两个口可以跳 找到了,哎呦 Q2还是了解马路啊 还是了解还是了解 这个找到太关键了 找到了 甩一甩 那这样的话对马路来说又有些不利了 Q2的科技比他要快,经济也比他好 马路有点危险啊 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现在才开RGD Q2的RGD都快好了 VS也好了 全面领先,现在这个局面 真的全面领先,上面有个建筑学也不是那么好跳 上面那个建筑学房子卡住了 现在对马路来说 就看他能不能够抓到一波机会 把正面这波先吃一点 好了,来了 吃的大不过呀,马路 这咋办呢 现在科技那么慢 看到RGD,看到VSVF 也知道自己现在的历史 里面是真的不够不够 这些地区的工具 也不够避免 但是 在最后 他可能会得到很大 不够的能量 如果马路继续 好了不要你开二矿啊 还行吧现在这个局面QR肯定是优势 QR的这个女妖往右边过去 马如直接三开 马如压制三开打得有点奔放啊 马如现在压制三开 反而是QR有优势情况下 打得有稍微有些怂了一些 女妖切进去 这个是马如现在最不想面对的 这是她最不想面对的时候 这个第二时间女妖切傻了 毒牙回来要不要扔炮台 不扔的话还要被操作 这个时候如果飞到三框去 好在三框防了 他要去截 他要去截这个女妖 截到了 截到了 还行 马如这波防守非常漂亮 还行 对 可以用到一些兴奋的兴奋的兴奋 是否会有点差异的差异 所以如果有点准备使用的话 应该有点准备使用到现在 我们有点准备的TVP 也有点准备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差异的差异 会不会有点准备使用 准备使用准备使用准备 准备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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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这边马祝劣势了一点 不过还是拼度压这一波 前期亏的这点的问题不大 黄哥 我还要继续打 你打呀 我跟你说一声你先解说着 OK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OKOK 加油结束啊 我宰了 你妈的不能问你知道吗 她你妈都说输不了了 如果我顺着她这句话问下去 她就会你妈装起来 你妈的不能问 你看我就不问 你妈的不问她她就难受 妈输不了三个字都来了 太他妈反而塞了输不了 如果按平时我就会问 哎你为什么输不了啊 她就开始了 哎呀这个麻将真的是输不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能自摸 老子就不问我靠急死她了 急死她 不问 妈的可气 真的让她把鼻装满呢 我来了我来了 呃 他们说九点钟开始 哦 那你来解说一会呗 我来了我来我 我先我先跟你解 对我先跟你解说一会 嗯马入马入要有点危险 现在马入可能要被淘汰了 啊 马入居然会被淘汰 他肯定会好好打呀 没有他他野兵营 每次野兵营都没有搞到东西 我先来看一下什么情况 杜鸭要送了 杜鸭去扔那一波 不过这波这波扔杜鸭还是扔 打了不少回来啊这波 扔杜鸭进去扔那一排炮台 啊 啊 maybe didn't quite see the other few just gave away yeah maybe not 啊 it's also just cure 这个局面还好呀 还可以啊这个是 马入也也未不会输 这个局面 很平稳啊 这局面 哎呀你们不要说了 不是啊 我我开我我我就我就糊了把大的 然后糊了个满满满的 所以说才才没输 本来我是已经已经机器了 这几个人都很会卡 都很会卡你知道吗 就不能用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 就思维他们 因为正常人的思维就是 我做我的牌 妈的外面牌不管 那这几个人都挺会卡的 我后面看看到之后 所以说要留个心眼 你们也不要催我 我我这个很容易垫底的 这些人都有实力的 就看运气 就看运气 黄哥没 黄哥没进 是因为黄哥要解说比赛 他不想进 你在说什么东西啊 他们问黄哥为什么没进 哪有人在问呀 那我是解释 有的呀 没有人问呀 我没催我没催我靠 也没有人催你啊 你没有你别说了 哎呦炸一下 他感觉马路已经防守 已经防起来了 马路已经搬了很多回来了 对 但这位置啊 坦克收起来了 直接过来坦克往前 前面架到你基地 架得很好 好了难受了 你冲不冲 冲也不是不冲也不是 锁 锁的话那就要上呀 还是可以打到你基地啊 嗯 但空好像有点站不住了 嗯 但这样架子你很烦呀 他其实坦克能打到农民的 啊 雷达傻瓜就是你打招 这个马路其实 有点烦 其实 还要马路是占了制空 如果没占制空的话 这波很难打了 其实 其实克尔这个时候应该是 插一波冰去对方的四框 对马路的四框比较好 你这个三框这边已经僵持住了 没有办法再往前再推了 好 直接走 拉开 后面坦克已经架开了 完了完了马路又吃亏了 马路还是落后啊 还落后十几个人口 对 但这个地方其实马路有点危险 如果Q直接选择投你家的话 你就糟纵了 马路家里面没有一个防空的 好像没防空吧 应该没有 哎呀老子不是这种人 你们闭嘴 烦死了我靠 真的是 马路还是很被动 他现在因为马路很紧啊 这局面 所以说他是没有时间去下这个主 主框的这个防空的 这波如果说九死一生的话 没被发现 马路已经有意识了 他还是更早 枪比人家更早了 马路慢慢打回来了 真的真的很厉害 不过列肯定还是有些列 因为攻防什么的还是慢一些 这波部队Q是没有想到的 但是防也是能防 看Q的反应 反应很快 第一时间就动了 还有圈的 他看到了 有制空 先架好 但还是被架到坦克 还是被架到基地了 有制空的情况下 其实还好 但也就这样了 也就这样了 有制空还好 因为你毕竟你还可以用这个解放者来解决这个坦克 对 右边 马路是有这个有制空在那边等着你空投的 他就他就觉得你要空投 Q是投晚了 他第一时间投的话其实就好了 意识非常好 嗯 不过Q是三公三把马上好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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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一个可以 偷一个可以 他三公三把马上好了 就算 就算这样 但现在还是打不进去啊 对 这个就是 我说厉害的地方 厉害的人组就是 我他妈就能守到最后 最后两百人可跟你打 对 那也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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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出现 最后的 整面 拉开 你要打就有点过了吧 好了 他围巾站下来就好了 你这个又没有枪冰 这波马入很亏 关键是攻防现在是落后的 马入 他不敢打 人口好像 绕了一下 绕了一下 偷鸡店 偷不了 你这攻防也落后了 只能换两个农民 换掉多少是多少了 主要马入刚才那波是损失了很多的坦克 这个正面有点打不过了 马入转了度压 但是Q2其实也转了度压 对 但度压的这个 攻防倒是熬出来了 马入还是领先的 右边好像 右边好像是防守没了 好像是啊 右边天空防守好像是没了 他如果说能够九死一生 这波 针头下去马入 可能出名点就 出名点直接没了 对 左边先捅一下 走了呀 他还在看吗 他直接捅三货 三货肯定捅不进去的 你在想什么呢 有关说有圈怎么投啊 有圈你可以升级运输机的加速 升到加速之后 刚好他在外面一个加速 就在圈外面一个加速 可以直接进 进到圈中心 右边 要是在右边最贴边 是没有圈的呀 对 你在贴边投下去就好了 贴边又没有圈 再一下走 他画起来了 刚才是把这个圈点的 应该是 对 被炸了一下没法打 马入真面的圈还是有点多 Q2在左边开始推 大家换嘛 换嘛 大家换框了 那这个框是肯定没了 一框一框 马入这个GP真的强 他就是 劣势他也守得住 这个就是厉害的地方 劣势也守得住 然后拖着拖着 自己攻防也拖回来了 然后最后拼一波 拼一波正面 Q2不一定拼得过他 左边在偷一片框 两个人互相杀了一波农民 但是 这边马入是架掉了两片框 打了三个基地 Q2应该继续往12点 对 他应该继续推的 他这个有点 对 你这波换完 就等于马入现在有时间 来防12点的框了 好了 这边 这个六点框结束之后 马入回防了 Q2只打一片框 马入打两片框 刚才啥都没有 这个地方你像马入一样 架上去的话 你至少也能毁他两片框 我觉得已经 已经那个了 已经 其实就是他比Q2强 打着打着就慢慢就打回来了 直接锁 完了 完了 这就真的是正面打不过 这就真的是正面打不过 马入的配兵也比他 他比他好 坎克比他多 这场是十大十的实力比他强 慢慢慢慢地打回来的 开局你想两兵啥都没跳到 然后就被马入防守防守防守 意志力也是防守 然后最后打回来 哥直接展开 拼一枪 但是被炸了 自己又没有炸 自己没炸 这就打猫啊 又亏了呀 又快天空也打不过 好了落后三十人口了 这不是落后三十人口的问题 是你没矿了呀 他有那么多度压 随便锁 马入现在矿越快越多 没了没了 完了输了 这都翻了 我靠 一直落后攻防 落后兵力 落后 落后荆棘 就守着守着守着就打回来 真的太强了 这个TVT 就防守强 我说实话 对啊 你打不进去嘛 然后我守得下来 我后期用兵 用的比你好 你强吃这波 已经没有意义了 吃完了 吃完又怎样呢 还是他吃不完 挤挤 哎呀强 这就是马入 强强强 他昨天输给邦尼才 你才有点搞笑 都不知道怎么